四十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 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 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是我们黑色的气管的位置 气管有点被压迫 像旁边这个地方去 正常的时候应该在中间这个地方 压迫到旁边 所以甲状腺肿大 然后已经有一点点呼吸 有点不顺畅的那种感觉 照起电脑断层可以看到 这个是气管 这个是旁边的甲状腺的一个肿瘤 所以甲状腺的一个肿瘤 压迫到气管 让气管偏到一边去 这个是要很小心的 因为节节是有可能 但是癌症的可能性也是有 然后看它的一个大小 然后它的形状 所以临床的医师就非常高度怀疑 这是甲状腺癌 然后给它做抽吸的一个动作 确定是从甲状腺长出来的甲状腺癌 然后这个甲状腺癌又往 这是我们的肺部 肺部 黑色的肺部 就往底下这个地方 种格腔这个地方 甲状腺比较高的地方 它还往底下去扩展 所以这个表示 整个甲状腺的位置是在这里 但是它附近影响到淋巴线 也附近往底下这个地方 到种格腔这个地方来 那淋巴线也有的一个状况 这附近也有淋巴线 所以等于一发现 它相对就已经局部 有一些扩散出去的一个状况 并你的切片 从正常的甲状腺的一个情形 变成这样的一个甲状腺癌 但是现在对甲状腺癌的治疗 是进步蛮多的 所以把这个整个甲状腺切除 淋巴纺切除以后 可以看得到恢复的情形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一个状况 但是只要有节节 肿大 还是要请新神代谢科的医师 来追踪 这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大家 记得订阅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